我师傅做了三四年的家乡鱼 我怕再不久就要失传了 赶快拿笔记起来吧 准备一条新鲜的鲤鱼 斜刀给它片成大片 摆好队形 热锅凉油 放入片好的鲤鱼 咱们小火慢煎 一面煎至定型 给它来一个翻勺 两边煎至金黄 倒出备用 另起锅烧油 葱姜蒜花椒八角 小火爆香 来点生抽老抽 炒香后来一瓶我结婚时 剩的啤酒给它灌坠 再来一勺清水 放入煎好的鱼 盐味鸡精 西红柿辣椒搞里头 大火烧开后转中火 炖30分钟 收干汤汁 咱们来点排好的大蒜提味 来一勺调料油 一定要多靠一会儿 这样做出的鱼特别香 靠出个小嘎 这道菜最后的精华 来一个大半勺 两面都入味 就可以完美装盘了 家人们 如果您学会了 也来要出来个双鸡 感谢您的支持